不好意思啊 等到美国的F-16 真正飞到了乌克兰的时候 那时候总统已经叫川普了 所以呢 泽东斯基不听话不行啊 两边软硬坚实 但你普丁如果我不听话 我告诉你 我到时候援助他的 可不是现在这些东西啊 他打算把他的这个手呢 损回来 放在对付中国这个地方 所以对付中国很简单 他只要经济对付中国 习近平就被掐住脖子了嘛 当然现在影响到很多人 内向真的改变了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 刚刚他的副总统讲 如果他们要对美国人承诺 要川普去那个地方 就是俄乌的战场 然后要他们停火 要不然不要再打下去了 全世界如果有一个人 可以真正的调停俄乌战争的话 那一定是川普 那么川普现在所使用的两个 类似以后要当所谓 国家安全顾问的两位幕僚啊 都已经在今天发出 他们对川普的建议了 是什么建议呢 各位 那么川普呢 即将直接跟这个普丁见面 那么他不是 这个等于说跟泽伦斯基见面 他是直接跟普丁见面 那么他跟普丁 为什么跟普丁见面呢 普丁不是一直在威胁 什么核威胁 核威胁之类的嘛 所以呢 川普要跟他见面 来谈俄乌战争 要暂停 那因为普丁 他用高姿态嘛 用高姿态说 你泽伦斯基就要退兵 就要怎么样 不可能泽伦斯基乌克兰就吞下去啊 所以现在呢 美国川普即将用一种方式 他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明年1月上任了以后呢 他要求 要求两边即刻坐下来谈 然后呢 立刻立刻停止交火 那紧接而来就是 乌克兰必须 那么从前线 就顿巴斯啊 那么也撤军 但是不要求乌克兰承认说 那么俄罗斯现在所占领的这块地方呢 就是俄罗斯的土地 不 他就比照 那克里米亚半岛 就是说 你被欧洲的欧洲占了 但是呢 我美国也不承认 你乌克兰也不承认 但是你必须退兵 拜登不是说 要给他F-16 跟300公里的飞弹而已嘛 俄罗斯就已经 莫名转倒回 为什么 因为只靠这个相关的 欧盟给的 北约给的 这个F-16 还不够嘛 大家都知道 还是要美国出手嘛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美国能给的F-16 不好意思啊 等到美国的F-16 真正飞到了乌克兰的时候 那时候总统已经叫川普了 所以呢 昨天司机不听话不行啊 我一定要听话 虽然美国国会本人 通过了几百亿美元的 这个军援乌克兰嘛 但不好意思 下一任总统叫川普啊 所以呢 你拜的不可能 在年底之前 就把几百亿美元 全部都送给乌克兰嘛 所以你说他是晚真的 他真的要解决 所有世界上所有的分阵 然后把所有的部队还讲 他还要多派一个航空母舰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所有的爱国者 飞带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要把所有的美国海军部弹队 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他们真的要全力对付中国 我告诉你 但是为了让哲伦司机听话 所以呢 川普是软硬监视 他不是指强迫 一位的强迫乌克兰要退让 他打算怎么做 他打算让哲伦司机 虽然乌克兰暂时从顿巴斯乌东这些 所谓的俄罗斯占领区啊 暂时不要交战 然后退回来 画了一个类似鸿沟为戒这样 画了一条线这样 但是他要强化 全面强化乌克兰的军力 也就是说他要训练乌克兰 他不是说就算了 只要你责任师机听我的 然后呢 我就把你整个这个乌克兰 全部武装起来 那武装起来 请问你啊 以后如果俄罗斯的普丁 他如果还想要继续占领的话 他难度是不是更高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就是 两边软硬坚实 但你普丁如果不听话 我告诉你 我到时候援助他的 可不是现在这些东西啊 我可能越来越精密的飞弹啊 然后一波又一波的 全部给这个 等于说这个乌克兰嘛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 去诱使两边听 我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打算把他的这个手呢 伸回来 放在对付中国这个地方 所以对付中国很简单 他只要经济对付中国 习近平就被掐住脖子了嘛 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美国 深陷在乌克兰里闹 因为你弄太多钱 在乌克兰的身上了 这影响到美国的很地方布局 我们跟美国 不好意思啊 川普在前一任当总统的时候 卖台湾的武器都还没来耶 真的假的 还没来耶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都到乌克兰战场去了 所以还没来 拜登事实上当了三年的美国 只给我们一些事 不客气讲 大部分是如果万一老公要打到台湾 要打到台湾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用得到的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这些东西嘛 所以呢 反而川普给当时给我们的事 能够直接咻咻咻咻 几百公里这样子保护台湾的东西嘛 所以现在呢 那么想当然了 那看得出来啊 川普要把重点放在对付中国这个地方 我们在上一代就谈到 这一枪可能改变了美国 它可能改变了北约 改变了世界 对台湾也至关重要 没有想到川普在光天化日之下 刚刚讲众目睽围之下 居然有人对他开枪 而且离开了八枪 而且非常惊险是 你只要差一秒钟 只要差一公分 川普就可能逆上黄泉 可是没有想到 川普在这个中枪之后 他居然还是坚持地站起来 而且坚持地正被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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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站的动作完全停了 当大海Fight了之后 全场欢呼 全场起立 他转移说 展现了美国的这种英雄气概 展现这个英雄气概 就对比这个所谓的 拜登目前的就是昌老的状况 看起来 他的当选是非常的可能 当选非常可能之后 现在美国共和党就讲 他们要全面推动 所谓的反中的法案 而且他们要对付什么 以中国为首的走心 没错 他这个Fight Fight Fight 目前为止要Fight的对象是谁呢 宝洁那就是中国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抵达了 Milwaukee 我们要进行这个美国 接下来的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但他这里面这一次呢 除了要提名他当任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参选人之外 这次还要冲过所谓的他们的党纲 因为他们柔性政党的话 每一年的党纲是不一样的 那这次的党纲 就是未来川普的施政理念 这是通过了20条的这个党纲 这是20条的党纲里面来说 大概有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什么移民法案 我们要最严格的移民法案 再要建立美国 最强大的这个军队 然后要确保美元的这个地位 还是要重申美国是No.1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 他要求要取消给中国大陆 最惠国的这个待遇 这很严重吗 他们很严重 抱歉 最惠国待遇就是WTO中间的 两个国家中间的互相的这个状况 他认定说 你可能还是开发中国家的时候 我就给你最惠国待遇 全部拿掉之后 所有优惠都不见了 没有优惠的 对没有优惠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要抗中的意味 是更加的这个浓烈了 那尤其他这次党纲非常有意思 他就 然后再说 献给被美国遗忘的美国男女 所以简单的说 他其实这一次来说的话 就是我要尽力提升美国的国力 同时之间我要大幅的抗中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论调 就是美国很多的工作都被抢走了 是 被谁抢走 被中国人抢走 没错 所以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就要对这些被遗忘 这些被遗忘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了 事实上他才被遗忘的是铁锈带 他这一次是被遗忘的是更多美国的国人 另外一个是什么 保险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看 因为他当选目前为止 看起来没有什么悬念 连他自己今天就说什么 我觉得上帝救了我一命 所以那现在整个氛围是对他相当相当的有利 那于是我们再看 事实上他的这个前国安官欧布莱恩 最近在投诉 因为很有可能他未来也可能会再回任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要以实力回归和平 也就是说他未来的是说 我们要用更 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话 就要为战争做好准备 所以他其实是相当强硬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目前为止在说什么 他说他曾经在这个媒体投诉说 他认为应该要让台湾的 这个参加所谓的演习 包括像这个所谓环太平洋演习等等 他说拜登拒绝这样做 他说这是一个必须要纠正的错误 所以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 然后他说海军应该这样一艘航空母舰 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五角大西洋应该考虑到 整个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太平洋 所以显然欧布莱恩的政策里面来说的话 美国最大敌人在太平洋 那在太平洋是谁 那就当然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川普之前的 这个所谓的不管国安团队 或他这个所谓的亲密的这些朋友 全部都放狠话 而且全部都对中国放狠话 对 甚至还说什么 你要重启什么核子自爆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你这个普丁 能够用这个核子武器威胁 我们也要这样做 所以你看他有认为说 我们要加强我们包括说 核打击能力的这个政策 所以你看欧布莱恩是这样说 好 那我们讲欧布莱恩是比较偏向 所谓的外交政策这个部分 还有国安政策这个部分 但是对中国刹那一蛋的是什么呢 宝姐 事实上是什么 关税战2.0准备又要开打了 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为特朗普就川普 可能重返白宫再做准备了 那做什么准备呢 因为第一个 他们现在观察说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就要宣布所谓副总统的人选 如果副总统的人选 又是个鹰派的话 那就彻头彻尾尾量了 连总统副总统都是鹰派 那对中国来说绝对没有好事 另外一个就是 他目前为止几个重要的核心团队的人物 第一个现在重点是谁 是莱特希泽 也就是赖海泽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赖海泽或赖特希泽呢 他其实在这几年的时候 他没有在官位的时候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 No trade is free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的关税是什么 没有什么交易是免费的 意思是什么 他就要弄他的关税 他关税要出来了 川普曾经自己说他是关税人 那他是把那个莱特希泽 是火箭人 因为火箭人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在这个 跟日本谈判的时候 他丢一个飞机丢过去吗 所以他就是飞机人火箭人 那他现在有可能要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那他就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他说这个美国革命以来 这个他把中国认为是美国革命以来 还有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政体 最大威胁 所以他的态度是相当相当强硬的 所以就说他上来的话 可能就会开始 又把他的这个过去的莱特希泽 这种所谓鹰派的事情 再重新再做一次 这美国革命以来 难道是美国建国以来吗 当然啊 美国建国以来 中国是他最大敌人 当然他就这样说 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Navarro Navarro保险你知道 他事实上目前为止还在监狱 为什么 因为他藐视国会 所以他被关 但是他是非常强硬的 这个川普支持者 而且他的很多 我们过去曾经见到他写的书 他写的书就是川普的政策 他现在也是 他是为了捍卫川普 他在被关 被国会 藐视国会最被关 所以他应该出来 又会是川普的重要人选 那他们两个都是鹰派中间的鹰派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中国为什么现在很担心 他们回来 重新再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几天很多大咖都出来 隐隐地开始挺在川普这边 伊隆马斯克不用讲 可是你看贝佐斯 贝佐斯 他不愧是世界上千山有钱的人 他现在马上也出来说 我佩服你的什么 风度和勇气 那另外艾特曼也是 保健 阿特曼他事实上是 美国对冲基金的一个大咖 他事实上在这个X上面公开 他公开支持川普 他是公开支持川普 那他说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阿特曼在2021年的时候 他曾经批评川普 他当时说 川普你煽动国会罪 你这个是叛国 他说你应该辞职 而且你应该要下台 他当时是这样骂 可他这次是支持川普 那你看神 微软的纳德拉 或者说这样 这个另外一个 阿特曼是这个OpenAI的公司 还有佐克博 还有库克 其实他们过去可能都是反川普 但是至少在这一次里面来说 他们都是赞扬川普 所以来说这一次 因为枪击事件之后 川普已经是变成了神力加持 变成是美国的 美国之子 现在整个气势是完全不一样 对 会在 在礼拜六的 那一个枪击 真的已经改变了美国吗 刚刚讲 现在这一个枪击 没有想到你 只差了一公分一秒钟的时间 川普居然给存活 不然还就密上皇权 那之后 你看他的表现 他那个强悍的表现 正臂高喊着Find 你看他高喊Find以后 后面的人全部起立 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这个东西 他已经无法挡了 已经完全无法挡 你要知道 今天纽约时报 特别写一篇文章 他就说 川普在整个离经这个件事情 然后跟之后就Find Find了那个里面的一个状况 他说 这个完全就是川普的本性 已经他知道他在这个生死关键点 他都没有忘记他的观众 他知道在这个时间点 他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后来就是 这当然是纽约时报 他这样的讲法 那川普是说 他为什么自己到最后会讲 拜拜 他说因为在那个瞬间 他说全部的人 全部都鸦雀无声 他说那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瞬间 他自己知道 我一定要讲什么 我才能让大家给团结起来 所以他才会举手讲 Find Fight Fight 他知道这个时候 他要有表示了 对 他说你要有表示 你才能可以把大家的那种 凝聚大家的团结 所以他一讲Find Fight Fight 所有人就讲USA USA 那个这个现场跟拍电影一样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就回到川普这个人 自己本身的一个天心跟本性 第一个 他自己是强人 第二件事情 他其实长期是活在 所谓的美光灯的焦点 所以他其实知道 在这个瞬间 在这个歧视对他而言 就是一个历史一个瞬间 他要展现出美国强人强权的姿态 然后川普这个一边的耳朵流血 然后高举的拳头 那一幕真的人家就说 这一幕决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川普应该已经是当选美国总统 你觉得稳了吗 应该是稳了 第二件事情 这个拍到那张照片的摄影记者 应该会是这一次的热门的 博力资奖的摄影奖 那其实除了这个画面 我跟你讲 川普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说 我们都知道 好像7月15号还是7月18号 要被共和党提名嘛 他说 他本来觉得 他的那个 在那个提名大会上 他所有的发表的言论 全部都要炮轰拜登 但现在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我的 他把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改变 改变什么 团结 他说因为他收到太多 不同阶层 不同政治观点的人 每个人都来问他 他感受到 这是一个契机 什么样的契机 就是要用这个机会 来团结全美国人 让国家团结起来 你听到这个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现在 最新收到的照片 他在缪尔瓦基降落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一排人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嘛 这就是当地的这些工人 这些所有的机场的服务人员 所有人 你说一百我都忙得要死了 你下来就下来 我管你什么事 全部都站在这里 迎接川普 而且宝洁哥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他被打到的时候 他第一个是说什么 我的鞋呢 他找鞋 我要让我穿上我的鞋 对 为什么要穿上他的鞋 因为在这个moment 他还要处便不经 我等于躺着这些轻 到时候被金尊队所拍到 会变成让你落荒而逃 没有 他还是要 所以你就知道 他很知道 身为一个强权的总统 美国的总统 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我在这个危机生死关头 我还要坚持 我有那个班 所以在这个其实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 真的为什么美国人 现在很多人 本来可能对他不认同的 现在都认同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现在第二天 他就去打高尔布球 马照跑五招跳 就是前一天差点没命 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 继续去打高尔布球 所以我觉得他那种硬汉形象 真的是已经是磕在骨子里面 现在所有的美国的人 真的包括美国歌手 然后神歌手 这五十分 就帮他开了演唱会 有没有 然后以他为出场 然后整个都帮他拍MV之类 另外一个UFC的格斗的选手 埃文 他在比赛获胜之后就说 嘿 我刚刚听说他们想要打我的 my boy川普 我很高兴他没事 然后就直接讲 川普五万岁啊 Let's go 然后就川普五万岁 所以现在所有的美国 那种硬汉象征群的代表人物 谁知道没有头头 川普 诶 这个天公的小孩你知道吗 像这个也是啊 那个USA川普总统 我向你致敬 你这个退伍军人 专游 你才夸张了吧 真的 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是他们 包括了一些搞不好 一些什么警察啊 那一些的 全部真的都是认为 现在选举虽然还没有投票 但是心里的总统事实人应该已经还蛮清楚 还有包括网红也po 把这个川普全身弄上 有没有刺激 经由这一次的奇迹事件 真的会让很多的选民因此而认见川普 所以听会 现在美国人都疯了吗 现在都对川普疯狂了吗 对川普疯狂 而且美国人需要重返农药啊 拜登能够带领美国人重返农药吗 所以这个画面一比较来讲的话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 一比较来讲的话大家认为说川普才有可能带领美国总统 而且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哦 川普既然没有被打死 但是代表说他跟雷根是一样的 你知道川普第一任来讲他就奉行的是雷根主义 雷根主义他雷根的任内来讲 他最大的攻击是什么 搞垮前苏联啊 所以现在川普要搞垮谁 搞垮中国啊 所以现在出来当然就是中国 你知道我观察到了 接下来的川普绝对会比在第一任的川普那时候 对付中国更加严重 而且包含中国的朋友圈 一个一个会被川普端掉 你知道什么意思呢 你看现在中国来讲的话 他透过什么方式 透过墨西哥 透过巴西 洗产地不是吗 电动车或者很多贸易来讲的话 都是透过这些地方进入到美国市场 他包含什么 偷渡客 还有包含解放军的偷渡 都混入从墨西哥 混入到美国境内 所以今天川普一上任的时候 不是只有对付中国而已 包含跟中国站在一起的 跟中国接近的这些国家 一个一个会被川普对付的 而且你知道 当然台湾要闪远一点 台湾如果跟着中国套开心的话 今天川普也会对付你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今天川普 我想大概已经局势底定了 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垃圾时间 不过我觉得拜登如果要搬回一层的话 也不容易了 现在看到民主党内部 也没有人说要去取代拜登了 为什么 所以现在 你看这个情况之下 谁能够对付川普呢 所以拜登里面 没有人要当跑位 没有人要当这个最后的 这些民主党的政治民心 保全自己 而最后可能川普真的是会当选 市总 你说 现在中国的三中全会 根本没办法谈 也没有办法拟定计划 因为有个关键 关键人物居然是川普 川普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灰心牛 他现在这个旁人大物直扑而来 他会做什么招 他会出什么招 你根本不知道 他现在要把你脱钩 他现在要跟你处合开心 他现在要取消你的最后的国待遇 在这种状况下 中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到这个画面是川普出现在 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里面 他这个右耳包的这个纱布 你看他出现在共和党的这个大会里面 也难就他已经是总统这样 然后大家都跟着他在那边 Fight!Fight!Fight! 你看这个画面是相当的激动 但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保杰 这一次里面来说 有个非常重要的人出现了 那就是川普他所宣布的 这个副总统搭档的候选人 已经有宣布由这个现年三十九队的 二亥二州的参议员 范思来担任 对 那保杰我跟他讲 自然来如果范思确定是他的副总统的话 那我跟他讲 中国绝对没有好日子过了 为什么 因为连总统副总统都是非常的大鹰派 尤其范思是超级大鹰派 你知道他这个被提名之后 他接受媒体Bloomberg采访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说了什么 这个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US 他就直接讲这个 最大的威胁 他就直接讲这个 所以他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所以任何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他最重的事 他就直接说这样子 那他曾经说过什么 他曾经说过你看 美国最需要是防止 就是中国侵台这样的状况 然后他说一旦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美国会造成大灾难 而且是大萧条 所以他对台湾非常了解 因为他以前是搞创投的 所以他知道什么AI 他又懂了所谓的虚拟货币 所以他很了解台湾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说什么 要把台湾 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时候 不要再依赖中国了 就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他针对进口中国的方面来说 要让中国增多更多的关税 所以等于他的方向 跟川普是完全一模一样 增高关税 对 所以我才跟他 要全力对付中国 对 所以我才跟他说 中国接下来要真的揣在蛋 为什么揣在蛋 我就跟他讲 事实上这一次的 这个我们都说 拜登好像上台之后 对中国也是好像没有好脸色 对不对 但其实真正发动这一切的人 是川普 对 川普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看我们记得他2017年的时候 当时不是还跟习近平很好吗 到紫敬城 对 紫敬城 你看他访问中国的时候 不是还非常好吗 他这个 这个川普 拜 这个所谓 习近平还打开了非常多的地方 让川普去参访 对 在那边想到 他回城的时候就知道说 中国绝对不行了 我们要好好的来遏制他 对 所以宝敬城 从他2017年离开之后 他做了第一件事 宝敬城是什么吗 什么 在2018年的12月的时候 他抓了一个人 那就是孟晚舟 在加拿大抓了孟晚舟 抓孟晚舟是他抓的 以前哪有一个美国总统敢这样干 对 他敢这样做 他就抓了孟晚舟 抓华为的小公主 对 从这时候开始对华为 开始封杀 就是第一个他敢这样做 那紧接而来的话 2019年展开什么 对中国的关税 全面关税 开始拉高 只有他敢这样做 然后他后来要求什么 莱特希泽 就是他们的贸易代表 你去跟我谈一个这个贸易谈判 当时中国投降 他说好了 我就给你买很多东西 就拜登上台之后保险这样 干嘛 中国有没有旅行这些条件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我就跟你讲 拜登这个川普上台第一件事 你当初答应我的事呢 你也有没有做到 你根本没有做到 所以我就跟他讲 这个所谓中国真正插在一起 另外一个我跟他讲 拜登呢 他对中国的科技业的扼杀 他有一个叫做小院高强 对 小院高强 但是不好意思 保险你知道拜登跟这个 这个范子他们主张什么吗 他主张什么 全面脱钩 他们是全面脱钩 你说钱没脱钩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这个对中国压力 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一个就是重要的人来了 就是莱特希泽 就是当时的这个 关税的这个贸易代表 他现在准备 要回到这个美国 要可能担任财政部部长 那他担任财政部部长来说 他当然不会给中国好联赦 第一件事 我当初谈判的这个 这个希泽 你有没有买 你要买多少东西 你有没有买 没有买那还有什么好谈 好谈的 所以你看 川普不是说吗 他在当选的时候 会考虑到中国进口 科征60%的关税 他不是只有讲一次 他2月4号是说 所有中国的 产品科60% 那所有进口美国要科10% 然后他还说 中国的制造车量要科50% 然后中国车在墨西哥生产 要科100% 所以他 所以你就算把车子 跑到了墨西哥 你在那边洗产地 我照样把你科100% 所以他是对中国是又更加强硬的 所以你知道最近出现一件什么事吗 中国现在 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输往这个美国的所有的货柜价格 完全暴涨 暴涨到一个箱子 1万多美金 这已经来到以前历史的新高 那你知道保洁为什么会这样子吗 因为中国的进口业者 中国的出口商 跟美国的进口业者知道 日子快要没了 因为川普要来了 赶紧出货 现在全面出货 有多少东西就运多少东西 你知道运到什么程度 运到连韩国厂商都说 我们目前只要运到这个美国去了 完全都没有货柜 所以你就可见中国现在赶快趁机 这个时候赶快能够运的都运过去 未来几年的全部都运过去 他们真的担心说 你今天川普上任之后 中国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狂运 不只是这样保洁 连空运都一样 他这个什么虚运 他们都用空运运 现在等于是能运多少都运多少 因为他们知道 在今年11月大选结束之后 到明年1月之后 搞不好这些货品 可能都要被磕高关税了 欢迎去跟美国的计划 你说现在美国共产党已经选题是川普 而民主党现在在看起来是拜登 当两个人开始进行起爆的时候 压力最大的竟然是中国 因为现在当美国总统开打了以后 他们只有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而且两党都有共识 同时要对中国出杀招 大家想都没想到是 过去他们曾经想要去处理TikTok 可是处理TikTok 你会等于说牵动 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立场 有没有 现在两党共同 第一个我的TikTok要杀 你现在这个长江存储 长新存储 你所有的企业我要杀 更不用讲 现在美国港口 你有这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 所谓的起重机 我也要全面更换 而且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开打 不论是川普或是拜登 两个共同的语言就是 我们要杀中国 而且杀得越狠越好 所以跟你讲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中美关系恐怕会陷入一个 非常低迷的这个状态 你说现在中美之间只有一个关键字 对 就是杀 好 为什么是杀 宝杰你看 拜登讲完国情资论之后 他之前干了什么事 第一个他宣布说 我们美国有很多这个振华集中机的东西 我全部把它取代 我宁可投资200亿 叫日本做 我都要把它取代掉 另外第二件事 很6000亿台币 第二件事是 我宣布了藏心存储 中国的另外一家地润大厂 你呢 被列入黑名单 除了长江存储 现在也藏心存储 让你地润产业没得活 完全不给活路 再来说什么 我叫这个日本 叫荷兰 叫韩国等等 你要加入我的这个半导体的围堵行列 对 然后同时日夜 他现在就说做什么 我的F-35可以挂这个核弹 准备要痛别你中国 那紧接下来的话 F-35可以挂核弹 对 然后在这个距离台湾最近的巴胆岛上面来说 我美国要盖三港 为什么 未来可能 这个我的大型的航母什么 可以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的亲蒙岛跟你呛声 所以他在经济上 商业上 军事上 对 全面包围 你看他做得很狠狠对不对 然后他在国情资本上酸川普说 他虽然对中国狠狠 但他什么都没做 好那川普没有再跟你客气 你既然这样说 好这几天有个非常指标性的人物 庞佩奥 他现在回归到这个川普的大将里面 庞佩奥可是被 中国宣布制裁的美国国务卿 他现在也回来了 另外一个美努卿也回来了 所以他现在等于把杀中的大将都找回来 你就看他动作很明显 就准备要杀中国 那我就讲 两边都要杀中国的时候 保持人 杀的人或许会比我们想象都更多 最近有两件事被大家讨论 第一个是赵安吉 赵安吉 对 他前一阵子突然之间过世了 他到底是被谁杀 还是怎样 现在被大家讨论 因为他牵扯到中美之间的交流 因为一开始讲说 他在德州的街道上 被一个卡车撞死掉 那你后来又说 他是自己开车 那个开挡车 挡车出问题了以后 开电动车 电动车出问题了 掉到湖里面 这么重要的人 他的死因 怎么可能这么扑朔明 因为他牵扯到中美之间的斗争 好 再来第二个是谁 这几天中国当时热议的时候 王船甫 比亚迪也是牵扯到中美之间电动车的这个斗争 他也被拿出来检讨 所以那他跟美国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和伊士他的儿女两个 有美国籍啊 这个是中国的叛国之罪 那为什么谁会丢出来 所以这比较斗争里面来说 已经开始有那种火药味跟血腥味出来的 所以你说中美之间这个斗争 不但是在各个领域 对 而且是遍地烽火 对 然后第二 那现在有一家公司被拿上餐桌了 现在准备美国大气要吃了 那一家公司就是抖音 TikTok TikTok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川普说要进 但是后来没有人敢进 没想到这一次拜登说 国会只要通过我就进 所以现在等于是真的 他们玩真的啦 民主共和两党有共识了 对 所以现在抖音变成是 中美美国现在这个财团上面的一个大 大食物准备要上餐桌了 而且刚才讲的 现在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商业委员 也很清楚了 他说你现在字节跳动 也就是你中国的母公司 现在一定要跟这个所谓的TikTok 完全切开 你不可以有任何投资 不可以有任何财务往来 否则我就要进你的这个抖音 进你的这个TikTok 对 就没有想到 现在美国已经加快脚步遏制TikTok 要逼他的出售或逼他关掉 结果看到这个状况了以后 美国这些大佬有钱人 全部虎视眈眈 没错 想要把TikTok给吃下来 对 你没有坐在餐桌上面 你就变成菜单 现在菜单就出来 就是TikTok 那大家拼命要做餐桌了 对 当然大家要吃这个大餐 为什么 你看 这是华文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要遏制这个TikTok 所以要出售 或是停 那你觉得TikTok会怎么做 我但把它卖掉 我卖掉还可以 还有钱 所以现在抖音会 TikTok 抖音当然会把TikTok卖掉 所以你说 美国现在参中两院 或者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 逼着TikTok一定要卖掉 卖掉之后 左手卖掉 右手 美国这些大老板 采访虎报虎视眈眈 我跟他讲 因为TikTok目前为止 在美国影响力非常大 他光是创造了网红 那都是庞大的选票 庞大的商流 过去是中国赚 现在把它收归美国国有多好 所以事实上现在 他们现在 我跟你讲 现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这个法案 可能这个礼拜就会过 参议院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参议院是民主党的主导 就没想到参议院说 没有问题 我们也会让他过 所以现在等于是 他们两党真的有失利 都可以让他过 好过了之后 你看现在这个大佬 你看包括说像这个 暴施风雪的这个前执行官 科迪克 他马上就想要吃了 还有OpenAI的这个CEO 然后微软的董事长 现在传言了 很多人都想要吃 苹果好像也有意思 所以现在等于是 大家都等着 为什么 这里又有庞大的 这个人工智慧的东西 又有庞大的客户群 然后有很大的影响力 现在美国的大财团 都已经开始准备 磨刀祸祸祸 要把TikTok给吃进来了 而且现在连 刚刚讲的 犹太的势力也进来了 因为他们一直怀疑 TikTok有一点反犹的 他们要把他转回来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在讨论 这个餐桌上面的TikTok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美国为什么现在 我觉得美国现在 已经有一点怎么样 就是我听到中国 好像就整个人压起来的感觉 为什么你看 所以我这样 我怀疑你TikTok会的 勤盟打火 你这位莫马屠才 我现在不管 有人指引你是违背 你的宪法原则 违背你的所谓的言论自由 不管 我非干不可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 我不惜任何代价 我要跟你中国兼臂 亲戚参谋 没搞水没劳 没错 这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他们就起 这个振华起重机 是像美国之前都怀疑说 你这个数据会传到我们 会传到中国去 那所以你是中国制造 那你可能在 这个重要的时间点里面 你就会破坏 我们美国的港口设备 这样 好 那美国都一直抓不到证据 现在华尔街日报说 没有错 我们找到了 我们找到一个叫 蜂窝调节器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来说 叫蜂窝路由器 那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在这个合约上面 那结果没想到 你就放在这上面 宝贤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拿掉就好了不是吧 对 因为事实上 你知道起重机 你总是要跟这个 中控台要互相联系 它其实就是这个联系器 那只是说 当初没有在合约里面 有这个品牌 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振华就说 我们为了方便我们联系 当然放个这个东西就好了 就美国把这个 无限三缸 所以你会把数据 传回中国去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这样 就要封锁你全部的起重机 然后我们要再让这个 这个日本的三井 花200亿 我们都要让他来做 然后全部把它更换掉 你说这个美国的代价很大吗 现在美国的港口里面 80%以上的起重机 都是振华制造的 对 因为他们就认为说 你这个是什么 特洛伊的这个木马 好 那呼应前一阵子 这个所谓雷蒙多也说到 这个我们这个电动车 也是可能是这个 这个未来的木马图层 所以不能想象 你看他这样讲之后 你看这几天就爆出了 王川普是美国人 这个儿女是美国籍的事情嘛 所以我还跟你讲 这个中美之间的斗争 真的是处处是杀招 你稍微差错一步的时候 你看你也可能面临到 负面的这个状况 不是 我想先 刚才讲的 上礼拜那个灾难的90分钟 不但是说辩论会结束就算了 而这个辩论会结束的恐怖情绪 是不但在扩散当中 刚才讲北约现在非常的紧张 但是说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 他真的要求北约 直接去面对俄罗斯 更不用讲泽伦斯基在 整个情势转变了以后 他马上讲 他现在已经拟定计划 要拟什么 要拟定一个和平计划 但最惶恐的当然是美国 美国现在第一个 现在共和民主党的亲属 你现在要把你们的很多人 给我换掉 更多的是什么 现在拜登 你还选得下去吗 拜登你就下台吧 现在他们已经在讨论 谁是接班人 保罗哥现在美国 掀起一个叫做排山倒海的 熄灯计划 熄灯 对 要把拜登这个灯给熄了 而且紧接而来是 到底谁能够接这个办 到底谁是接班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 首先我们光从民调数字看 你就知道了 已经高达72%的选民 换一次七成的人 都看到拜登在辩论场上 这个表现 认为他已经没有能力 不试任了 不是不是试任 是没有能力在竞选 他跑不完这样的选举 他没有办法再从这样的选举 72%的人认为他选不下去了 对 不应该再选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不只是 你能不能看到 拜登陆陆续续的 包括他爬楼梯的画面 跌倒 跌倒 而且他不是跌倒一次 这个叫亮呛 什么意思 我一次两次三次 代表我跌了之后 我根本站不起来 我的腿软 所以连走路都走不好 各位 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对 而且不只这样 有没有知力出力 我上楼梯会跌倒 我骑脚到车会跌倒 我走路会跌倒 你还有什么地方不跌倒 对 人家是踩跌跌走不下去 踩踩跌跌跌 他不是 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自主的行动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辩论场上看到 他那个呆滞的眼神 已经在验证一件事情 拜登的身体机能 在近半年来 退化得非常严重 也就是原来民主党 早就知道拜登现在的状况 拜登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引而不说 可是当 现在你在 等于说 辩论会那个场景出来以后 再也掩饰不住了 你看这画面 突然呆滞起来 原来他这半年 都是这样子 原来他这半年的状况下 他的身体 他的心智 急转直下 对包括麦卡锡 我们讲共和党的这个 前众议员 他都讲说什么 拜登跟我当初认识的人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 他说 我先前跟他开过会 见过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至少还可以 这个人变财无碍 而且呢 逻辑非常清晰 但没有想到 现在在这六个月里面 他的身体 特别是认知状况 已经开始急速恶化 麦卡锡讲大白话了 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拜登的认知能力 已经出现极大变化 对 而且你要看 现在整个风向已经不同了 而且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恐怖 他说现在的拜登 跟我以前认识的拜登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同一个人 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 他已经认不得 现在的拜登了 所以你看 整个大风吹 这个席政计划 已经棋卷全倍 为什么 因为连美国最高法院 都在这时候呢 补上一脚 直接说川普呢 因为过去 他是不是卷入 非常多的行事风波 包括了行政风波 他说没有 因为他如果这样 竞选下去的话 因为他拥有豁免权 所以代表川普 所以他在形式上面 是有完全豁免权的 对 他已经拿到免死金牌了 根本不会出状况 但你要看 整个美国 因为我们很难得看到 从Politico到Rutus 这个是世界各国人 都在阐述一个概念 谁是接班人 谁要接拜登班 谁是下一个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先讲Politico 这是最亲民主党的一个媒体 他说 这就是民主党 Here's how Democrats could replace Biden 他讨论是什么 谁来把 谁来取代拜登 对 把拜登这个换掉 而路透社也说了 民主党如何在11月以前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在8月19号到22号 他们即将举办 所谓的全代会 他说取代拜登 成为总统候选人 所以大家 你要不要仔细注意到重点 连BBC都说 谁能取代拜登 变成民主党的候选人 更不用讲 刚刚讲 所有的媒体都讲 连卫报 卫报都讲 谁能够取代乔拜登 这有六种可能性 连六种可能性 谁来取代他 他们都开始讨论了 已经在做事后的沙盘推演 包括AP 包括经济学员 全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谁取代拜登 各位 你这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已经所有的媒体都认知共同 共识一件事情就是 拜登 他绝对不可能再继续取代下去 现在这一条路就是 找到他的接班人 来取代掉他 我们看到了 这个消息一定在美国政策里面 早就流传了 刚刚讲的麦卡锡讲 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拜登的认知能力是极度的衰退 衰退的状况下 当时华尔街日报就做了一个专访 他去问了很多拜登周边的人 非常恐怖的是 他说拜登的讲话声音越来越小 他越来越没有专注的能力 而且你刚刚看到 他很多的行为能力 也越来越糟糕了 保里哥最可怕的是在于什么 在于说其实大家都早就已经知道 拜登这个情况 拜登这个状况 只是没人把它戳破 但是在辩论这一场 等于是一举的把最后一根稻草 给压倒了 所有人全部都涌出来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日报公布这个报道是有 45个我们讲的朝野的议员 都共同发表这样子的看法说 也就是你在这段时间 有跟拜登互动过的人 对没有错 他说有啊 要拜登要嘛 就是讲话非常轻 不然就像那种老人家 你知道干嘛 我男男自语 听不懂他不知道 他就自己突然跑到自己的实况里面 开始成男男自语 然后连行文居址 甚至政策都搞不清楚 他们说最可怕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 麦卡锡就讲了 喋喋不休 男男自语 甚至是比如说保里哥 喋喋不休男男自语 对那拜登会发现什么状况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讨论到 谁是接班人 这个问题都是对 那我聊到一半之后 拜登就会说 保里哥 我们刚才在聊什么 真假的 我们还没讨论到接班人是谁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他讲说 他主导会议的能力 每天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很正常 有的时候完全失常 甚至在谈判最后的阶段里面 我们在最后阶段里面 大家不是应该把问题 越来越现实吗 没有 他开始跳回一个 非常古老古老的一个问题 他说 对不起 总统先生 这个我们已经早就讨论过 我们已经解决了 他说拜登听到我的讲话 他有驾驶说 这几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对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拜登手上 还有拿着小卡 换言之你看 仔细注意他在讲说什么 就说他会忘记好几个礼拜前 我们大家早就已经下定论的内容 而且他不管是讲什么话 都得要仰赖他手上的小卡去念 所以他就变成是跟 POPPY跟这个行尸走漏 跟傀儡一样 所以他现在没有卡片 就没有办法进行讨论了 对没有说 而且你看他仔细讲说什么 当他开始发言的时候 他用记事本来陈述 早就已经讲过了 甚至是与会者会连他的声音 就是他自己拿着卡片 这样念得 难难置语 叠叠不休 对那最后发生什么状况 拜登变成只是 只是一个我们讲的神主牌 只是一个人喜利牌放在那边 然后所有的事情 大部分的对话呢 都是要由他的幕僚来代文回答 所以他早就已经出现这个状况 他已经没有能力 等于说是幕僚代行歧视 对就现在呢你知道 当出现这种大状况 出现这种大问题 内部就开始在早战犯 他们讲的理由是什么 不是拜登真的没有问题 而是拜登被玩坏了 被谁玩坏 他们说在辩论场合上呢 我们是不是看到拜登这个画面 然后停了17秒 就待一只在那边 然后眼神不会动 他们说这个要怪就要怪他的律师 要怪就要怪他的资深幕僚 为什么 因为说他当时呢 就把拜登其实原本呢 变财无碍 这个准备都准备得很好啊 把他带到大卫 你就一变论 你知道训练训练几天吗 六七天 训练六七天之后 他说把他操到过劳了吗 你说我觉得拜登 那天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啦 太累啦 累坏啦 而且你看包括他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募款者 摩根都讲了 就是因为被操过头不断的练习 才会导致说最后的状况变成这样 因为他在练习的时候 表现很好啊 那我问各位个问题 如果一个总统 他被操个六天 被操个七天 他也只是按照我们一般人 朝九晚五这样的工作 来进行去准备 最后他产生的状况 竟然就会失能 那你不是反而验证一件事情 连累都不能累的总统 那如果遇到重大角色 遇到重大国家事情 他该怎么担任下去 所以不管现在 拜登的竞选幕僚怎么来解释 怎么样来说 他的状况其实非常优秀 给你看到 接下来的画面 现在在美国的媒体里面 是不断的被repeller 不断的被重播着 刚刚讲的 你现在走路你会跌倒 你现在在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所谓 甚至当大家面朝一边的时候 你会另外一朝一边 这个刚讲的 这就是一个活动里面 你看欧巴马在旁边 那个你说谈笑风声 就刚刚讲的 拜登完全不会动 而且拜登连怎么下台都不知道 最后还是欧巴马牵着他的手 他才知道怎么走路的 保留跟拜登现在 很像是我们讲的那种 已经用了十几年的老电脑 你知道吗 用用之后呢 他就突然卡当 停在那边 完全一动一动 所以你仔细看 当时这个 我们讲募款仓废的时候 没有想到 拜登就在台上 然后瞬间 人 大家都还在欢欣服务的时候 他就站在那边了 所以你看欧巴马非常紧张 所以说不对 他已经察觉状况不对 把他牵下来 所以我们仔细再回去看欧巴马 那个贴文就懂了嘛 欧巴马为什么我们讲说 这个是一个价值上的选择 因为他自己也早就已经清楚 拜登的状况恶化的越来越严重嘛 他就在他身边的人嘛 难怪刚刚讲的 每日电讯报曾经讲过 拜登所有的体力 他所有的能力 只能到了下午四点钟 如果你超过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他的体力 他的智力 他的能力 完全没有办法配合 你发现 他现在所有出状况的 都是下午四点以后 对没有 而且我们很少看到 Fox News跟CNN 竟然同时双边有个共识 为什么因为以前这两个电视台 基本上立场都是相左的 但没有想到Fox News讲说什么 讲说连内部人都出来吹哨说 这个拜登确实出现问题 而CNN我们讲的 这个卡尔伯恩斯坦 这是非常知名的一个重磅的 这种新闻从业业者 也在讲说不对 其实拜登的亲密人士 内部的消息人早就讲过说 你们看到辩论场很惊讶 对不对 在这半年 一年半以来 我们早就看过高达20次这样子的拜登 跌跌不凶 难难自语 不知所云 对 而且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之前六月音乐会的时候 拜登有没有是不是站在中间 然后哥哥人 你看 拜登干嘛 他就突然荡在那边 对 一动也不动 然后大家在欢欣鼓鼓在跳舞 甚至旁边的那个 我们讲的这种政治人物 还特别推了一下 他说欸 然后跟他拍一拍 希望他有所反应就没有 他就死当在这边 完全没反应 就是这个反应 已经持续的将近快要20次之久 而且另外刚刚的画面 就是你在罗曼蒂登陆的 那一个纪念场合里面 一样 你是跟各国的元首在那边 你看 所有人都在看跳伞 都在看那个跳伞员 只有拜登 他不知道在看哪里 而且他还要往另外一个地方走过去 后来要是 幸好是等于说 意大利的这个总理把他给拉回来 不然 他根本不知道在对谁讲话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 就是如同那个泰杂志 那个封面都在 拜登就这样默默的飘 默默的飘 默的飘 最后走出框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只是连自己在讲什么不知道 连他自己的言行举止 连他自己的走路 就是跟你相当后面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 好的 现在 前白宫摄影就已经讲了 他这种状况早就已经很久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在后面 那就是他的老婆基尔 基尔拜登 他等于说 他就是一直操控着他 将他所有的状况跟外界隔绝 对 没有错 因为拜登如果他的行为不能 如果他早就已经失场 那为什么他可以持续 甚至能变成是民主党总统选 他们现在把所有的苗头都指向 也就是他的老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前白宫的摄影官 就出来讲一句话 他说过去我们要采访的时候呢 理论上我们就算有一个记者士 那总统有总统的位置 但我们还是时常可以互动交流 私底下互动交流 但现在出现的状况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场上市的 这个FORCE OF JULY 国庆的活动 其实我没有想到拜登 被我们层层隔绝 我们根本连接触都接触不到他 甚至是除了公开场合 有念稿的 有自识的 我们稍微可以跟他提问问题之外 平常只要拜登 旁边都会有人一直围绕 甚至把他锁在小房间 甚至把他让他完全的跟与外界隔绝 这个人是谁 就是他的老婆 Gear 所以他们说是Gear在背后 一手操控着 早就已经失去行为能力的拜登 所以他已经这一段时间里面 完全不接受提问 因为他已经没有 其问其答的能力了 对 没有错 就像今天我们刚才是不是讨论到说 川普竟然被最高法院派 就说有这个所谓的豁免权 结果拜登有出来回应这件事情 但这回应的方法是什么 他一样全程是看着稿念 而且完全不接受媒体的访问 但这4分40秒当中 他们根本形容叫做大型车祸现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Pronter提示机里面 可是他有一段说 这个停顿 微笑 或者说应该这边语气要上扬 他把这些事全部念出来了 他把背注念出来了 对 他把背注 以及该如何念都念出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最后4分40秒 仓促的马上转身走了 很怕被人家看出破绽 你就知道光是这种反应 已经验证一件事情 拜登完全没有再有能力 去担任总统这个职位 也没有办法去竞选 而现在大家必须要担忧的是 接下来到底该由谁来接班 好 所以事后 刚才讲的 上礼拜五那个灾难的辩论会 真的已经对美国造成 其大的冲击吗 像你长期跑财经 你说华尔街的风已经换了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很多的主流媒体 还有这个金主 还有包括说像华尔街 风向都有点转变的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们看到这个拜登 真的有点太老 尤其是你知道 因为他也知道他辩论的不好 所以他在当天辩论完之后 他还跑到一家餐厅去 他想要证明说我身体还很棒 可是人家看了这个照片之后 真的是觉得说他真的太老了 你看他进去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动作 他是走在吉尔后面 就是吉尔在他前面 然后他在后面这样子 可能吉尔走到哪里 他就要走到哪里去 那你看他整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缓慢 大家才知道 他跟一般民众互动 是这么缓慢的人 那你可以看到他有时候的 好像都是慢动作 对 很慢 很慢的动作 我们没有慢转 他就动作这么慢 所以他想看到这个照片之后 大家更是觉得说 他实在是有够老了 他整个动作都非常非常慢 然后非常的 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这样的感觉 所以整个他 他原本想要替他在这个辩论会 这个灭火 就没想要越灭火 越烧越大的一个状况 因为刚才讲的 当那个辩论会 这非常糟糕之后 他的太太马上弄了一个救援计划 救援计划就是在48小时里面 在七个 四个周办理了七个演讲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活动 不办还好 月半把大家给吓死了 而且你知道 实际上目前为止有几个风向变了 一个是大法官 因为美国大法官原本来 如果这一次来说 针对川普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尤其他任内最后的有一些作为来说 是不是已经预约了总统的职权 结果没想到六比三 认为说OK 这是他公务职权能够有的这个豁免权 所以没有事没罪了 所以没罪的话 他当然可以竞选到底嘛 那事实上这个 有点跟美国的风向 是不太一样的状况 这个大法官就做了这样的判决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保洁那华尔街 最近开始出很多报告 那Morgan Stanley 大这个所谓高盛什么 他们都说什么 如果川普赢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把川普会赢列入一个选项 而且现在是第一个选项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最有可能的情境 就最有可能情境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所以简介的现在都已经是这样 那在上一届大选 所以你说现在全世界 已经为了川普可能当选做准备了 所以那第三个现象是什么 金主开始落跑 那那几天的时间点里面来说 他不是走了非常多吗 走了非常多州啊 然后在做这个募款的这个状况吗 那很多民主党的大金主 民主党的大金主 大概很多是华尔街啦 或是高盛人 这个相关人士 他们就说 他们听完之后 我们这几天不是讲吗 很多华尔街 或是很多民主党高层人士 开始说要这个拜登退选 其实很多就是金主 金主自己讲说 我钱都加在你身上 就退了 所以现在金主听说 有一些这个钱开始 目不进来的一个状况 但是拜登还是 这个非常坚决的 跟他的金主说 我会赢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失误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状况 而且美国也有赌牌 他也有赔率 现在川普的这个 川普已经赢拜登了 对 就是说你看 事实上一直以来 两个在纠缠的这个过程 就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 川普继续往上升 但是拜登你看 经过辩论之后 几乎是往下跌得非常严重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现在 所有的华尔街人士 所有的金主失误都预测 可能呢 这个川普赢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 好 回程 刚刚讲 这个是经济学人 其实我们知道 选照片是有意义的 我如果要羞辱你 我就给你选一个 很难看的照片 我如果要去捧你 我会帮你选一张好照片 没有想到经济学人 大家选择 川普这一张是好的照片 是好看的照片 就代表一种风向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变成两种 两种 第一个就是 开始认真在讨论 如果川普当局会怎样 第二个是 拜登你下台吧 你赶快离开吧 你看那个对比 那个Economics 川普呢 他是一个 胜券在握俏皮的脸 那你看拜登是什么 下台的背影啊 经济学也太狠了吧 同众看 他同样两个人 都有一张照片 这是川普的照片 刚刚讲 得意洋洋微笑照照片 另外一个 是背影 是下台的 他意思就是叫你留下一个 好看的下台的背影吧 然后在另外一张网上面 那个另外一个 那个包吹哪一个媒体 他是什么 为什么 拜登 你怎么不走啦 你知道吗 现在整个美国的氛围是招 所以事实上 我昨天其实就有提到一件事情 我认为 民主党内部 一定有很多人 一开始就觉得 这个拜登没有办法 跑完这一次的选举 很早以前 就希望他可以下来 希望他可以不要选 但没有想到 这个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了谁 救杀老婆吉儿 非常强势 所以你知道所有的东西 你看就是这个画面 不断的重播 你看这个整个吉儿 你不知道人以为是他选总统 那个拜登跟自己的傀儡一样 坐在旁边 而且他跟他讲很多的画面 出来他跟他讲很多话 你做得非常好 你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他跟他在杀小孩 你知道美国的总统是什么 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强人 对 他有 你会就这个 你做得很好 然后什么 你做得很好 然后你回答每个问题 然后这样 你跟他做小孩 好办 这样可以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画面 不断的重播 不断的重播 反而更惨 更惨 因为他完全凸显出 拜登的一种软弱 跟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今天 其实经济学人 为什么用这么一个 强烈攻击拜登的语言来讲 刚讲的 为什么选择这个照片 对于拜登这么不利 他里面其实那位有 那一文经济学人就讲了 其实我们在一月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 拜登的状况不好了 当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担忧 放在了封面上面 可是拜登的正义 民主党的正义 完全不在乎 而且就讲 就算他主要 这个情况有多恐怖 他说 就算是担心 拜登年纪太大的人 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就看到 上礼拜五的那个场景之后 所有人 全面的崩溃了 华杰哥我跟你说 我不觉得 他们是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然后真的因为看到这个场景 跟恐怖秀一样 他们直接用恐怖秀 horror秀来形容 然后崩溃 我甚至怀疑这是民主党故意 就让全美国人看清楚 看清楚是什么 就是拜登事实上已经不能逝世 他完全被吉尔给操控 他们要用社会的舆论力量 告诉拜登 请你退选 请你为了美国而退选 为什么我这样讲 那个Burstein 刚刚讲的这个伯仁斯坦 就是水门案的那个记者 他其实这篇文章里面 讲的很多内容 他说过去18个月里面 已经有他很多的一些幕僚人员 至少看过他呈现 那个辩论会那样子的状况 15到20次 18个月里面看到15到20次 那代表每个月至少都一次 第二件事情 很多的一些就是金主 跟他们的一些就是伙伴 他们都早上前白宫的参谋长克莱恩 跟他说那个拜登的身体 真的有状况 然后呢直接用的语言是什么 We have a problem 就是说咦 咦咦有一个问题 有问题了 这问题没解决不得 结果他说什么 We need to talk about this But they have been shut down 意思是什么 门关起来 不然我不要跟你讲话 没有要回应你 换句话说 大家知不知道拜登这有问题 知道 那有没有去跟他们讲说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继续 有 没有人处理 不是没有人处理 他们就是认为 我们就是要算得了 怎样 现在情况是这样 还记得辩论会完那一天 拜登连要下台 都不知道路 不要走 是谁要让什么 最后是谁 是集合在台上 把他牵下台 所以其实你要知道 就是这个画面 辩论完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现在拜登 要不要退选 要不要下台 是谁决定 Gear决定的 只有集合才能决定 因为拜登已经完全 没有办法决定了 而且他还去上Vogue 还去上了Vogue的封面 等于是现在 最想要逼着拜登 继续选下去 他还要继续当第一夫人的 就是他老婆 对啊你不当总统 我怎么当第一夫人 所以你让给我选 好 其实我真的大胆假设 民主党其实是用这样子 形成是一种一个社会的氛围 要求现在拜登之所进退 然后要他下台 好所以提问 刚才讲的 这个对民主党来讲 会受狗疗了 整个整个等于说 整个内部 整个炸锅了 现在你昨天就讲了 他们现在是换也不是 不换也不是 就可以像当时国民党 你到底要不要换柱 你换柱也输 不换也输 对 但是美国的选举 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 那国民党要换柱来讲的话 对朱立伦 他去选 他自己认为能够当选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 美国拜登总统 他现在是现任总统 他不是在野党去挑战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你按照现在的机制 如果说民主党 能够证明说他生病了 他今天来讲 不能选总统了 那有这个任何的医师证明 出来说他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请问他现在 正在总统的位置上 是不是要马上辞掉 马上不能复行事事 那不就代表民主党 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如果你不能竞选总统 那你怎么有能力 执行总统的职责 卡就卡在他现在目前的总统 然后呢问题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代表贺锦丽要夺权 因为接下来就是副总统之间 这个复行事事就代理总统 所以你说 如果拜登不能选的话 他不是不能选 他连总统的位置都要辞掉 是 因为你现在总统任期 是到明年的1月 所以代表说 你就算你不参加 11月5号的选举 你必须现在马上立刻 辞掉总统的职位 然后由副总统 贺锦丽代理总统 那你这种情况之下 这时候 除非你总统的证明说 你还可以扶行 还可以执行你的职权 你可以跟国会讲 国会用三分之二 再给你退回去 说这时候 你还是可以当总统 但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获得国会支持 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主党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嘴巴嘛 好 再来一件事情 即便把它换下来了 换下来之后 接下来你看到 经济学人也好 金融时报也好 列出那么多的候选人 你觉得民主党不会分裂吗 民主党绝对会分裂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服谁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一些 过去肯定参加过初选 或者是现在可能明日之星 那你又问说 那难不能欧巴马回来选吗 克里斯回来选 西拉的有来选 对不对 不过我告诉你各位 这些老人 他们通常要赚演讲费 为什么呢 只要干过美国总统的 外出演讲一场 至少是50万台币起跳 所以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些人如果去辛辛苦苦 再回去干总统 可能被骂的狗血领头 然后自己又没有获得好处 但是如果到外面去赚钱的话 他们可以赚更多 所以为什么要回去当总统这个职位呢 留的情侣不是更好吗 所以只有这些民主党的年轻人 后辈晚生会想要去选 所以当过美国总统 就不想人家再回国了 不可能 因为我在外面赚更多 是不可能再回去回国选总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民主党如果真的拜登下来的话 会大分裂 大分裂来讲的话 就形成他的国会选的更不好 国会选的更好 他民主党连国会都败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那不就川普稳了 也可以说川普算是比较相对稳了 但是问题是 拜登民主党可能还把他拱成一个神 然后让他不能下来 然后不能下来 不然的话他现在马上总统职位就不见了 对的 该讲的 现在派川普的机率越高 把北约吓死了 把泽伦斯基吓死了 泽伦斯也讲 我已经在拟定了一个和平计划了 对没有错 那么大家都想象不到 这场辩论造成全世界三个领导人 当天晚上失眠 是谁呢 第一个就乌克兰的泽伦斯基 第二个就习近平 第三个就普丁 为什么泽伦斯基 你要泽伦斯基一向拒绝跟俄罗斯和谈 对 这场辩论一结束 泽伦斯基说 我们拒绝乌克兰跟俄罗斯面对面的和谈 但是我们同意三方会谈 三方会谈就是比较鼓务协定 然后我们坐下来谈三方会谈 比较鼓务协定 我们矜持不让 但是我们愿意谈这样 那瑞大你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启示 对俄乌的战争会有影响吗 影响非常的大 你忘了川普曾经警告 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了以后 泽伦斯基如果不愿意坐上谈判桌 跟俄罗斯谈判 美国将断绝所有的军援 保洁你知道那个军援不是炮弹而已 不是155榴弹炮 不是海马斯火箭弹 不是这些飞弹 战术远距离的飞弹 不是 乌克兰现在连薪水 都是美国在付的 是假的 乌克兰现在能够 这些军方这些战 那个军费呢 能够维持下去 这个战能够打下去 是美国在负责的 你要知道 所以呢 这么庞大的军援呢 至少上兆 更何况也包括这个 等于说欧盟跟北约嘛 那所以你知道 现在啊 这场这个辩论一结束了以后 北约立刻派一个高级官员 进驻到基辅去 为什么 现在目前看起来 超过六七成的几率 那么川普很可能再次入主 这个怎么说白宫 那入主了以后 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而且呢 要命的是 为什么说第二个 那个习近平 这个会很紧张啊 因为很简单 川普不跟你说什么 记不记得他跟那个 那个 那个 川普跟习近平吃饭的时候 那 那个 川普过去敬酒 给习近平敬酒 在耳朵旁边说 我刚刚发射了好几十枚的战斧 虚一飞弹 五十九枚战斧 直接战斧虚一飞弹发射 然后让这个习近平 那愣了好几秒 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只好干杯 然后吃牛排 怎么办 怎么办嘛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一场辩论会没想到 已经造成这种 全世界今天动地的大变化 还有 那么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里面呢 F16即将进驻乌克兰 我个人相信 应该已经进去了 只是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从俄罗斯一个动作可以发现 俄罗斯用无人机跟飞弹直接炸 在乌克兰境内所有 包括这个F16可能降落的跑道机场 那么在F16 那么如果要进去的话 总共有11个国家组成战斗机联盟 那么美国的很多先进的武器 为什么飞F16不可 因为美国跟欧盟跟北约 所提供的这些先进的飞弹 如果是二字的飞机 并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F16一旦进去了以后呢 如果到时候 普丁面对这个不愿意去和谈的话 那川普源源不断把这些先进的武器 给了这个的乌克兰 那普丁还有明天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